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大家的老朋友小萱 欢迎小萱 大家好 小萱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带来一道私房菜 对 你的身边的朋友看你经常做菜 他们有没有耳濡目染也下厨房了 有有有有 男生多还是女生多 女生多 女生多 对 应该你身边的很多男生都不太喜欢做饭吧 对对 没错 基本上是不会去想着去做 为自己做点吃的 但如果说家里要来客人了或者来朋友了 那就去超市买点现成的 对 然后呢 比如说再去买一些什么南瓜饼啊 地瓜饼啊 然后我往油锅当中一炸 直接就可以上桌了 但是总觉得在外面买的有一些东西呢 吃起来不太放心 对 没错 然后未必会达到你的那种要求 还不如自个儿呢 进厨房 动手做做看 那今天带来的这个私房菜叫什么名字 叫做芝士地瓜球 芝士地瓜球所需要的原材料有哪些呢 芝士地瓜球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地瓜 糯米粉 芝士片和白芝麻 调料只有两味 炼乳和一些白糖 怎么会想到在家里做这样的一道菜 因为在我印象中吧 我们小的时候在家里 在安徽老家的时候 过年嘛 就会做这道甜点 就是炸地瓜球 对 我家也会炸这个地瓜球 里边我们会和点什么淀粉啊 让它更凝固一些 炸出来那种的酥酥软软的 对 小的时候你们家在里边没有包芝士吧 对 没有 没有的 对啊 这种的芝士片呢 就是现在啊 对 很多的家长买给小朋友 就加面包啊 或者是这个 呃 加的馒头片里 对 呃 口感也很好 然后呢 热量也足了 因为秋冬气嘛 还是多吃些有热量的东西 地瓜 我个人的是非常喜欢的 嗯 大家可以看这个面 我们这个 长得很不好看啊 对 但是销完了之后 大家可以看 是 是很漂亮的 你吃过生地瓜吗 吃过 你觉得生地瓜好吃吗 会甜甜的 会蛮好吃的 对 我们福州的街上呢 会卖那种白色的地瓜 但是我更喜欢吃这种 红心的地瓜 红心地瓜 很脆 对 很甜 呃 而且呢 切完了之后呢 你会发现它还有一些白色的这种姜汁 对 没错 没错 地瓜呢 里边还有丰富的这种酥纤维 还有那碳水化合物 如果呢 你经常去吃它的话呢 它不仅有饱腹感 而且它还能够起到瘦身的作用 对 为什么呢 就是它里边有特殊物质 能够把我们体内的多余的脂肪可以带走 带走 带除体外 所以呢 建议大家呢 一周呢 至少要吃三到四次的这个地瓜 无论你地瓜粥 地瓜饭 或者是呢 生吃地瓜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好 那今天呢 我们提前把地瓜呢 已经蒸熟 给它碾成了泥 对 蒸熟了 好 那现在我们开始调这个地瓜糊 嗯 我们把之前把那个地瓜蒸熟以后 然后碾成泥以后 加入糯米粉 糯米粉 对 也有元宵粉 加电板 大概的 我没有试过 大概的比例呢 是2比1 地瓜是2 面粉是1 就是一半的这个地瓜 对 然后我们加上两大勺 对 差不多 我们慢慢调制 因为地瓜它含有水分嘛 蒸完以后含水分 它比较湿一些 然后我们加入面粉以后 慢慢给它搓成面团 我看你现在这样做吧 能够做炸南瓜球吗 南瓜 我有试过南瓜球 因为南瓜太稀了 要用很多的面粉 然后最后炸出来的味道 就是没有南瓜的那种香味了 没南瓜的香味 对 那可以做土豆球吗 土豆球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土豆的水分比较少一些 而且它里面的这个电板含量 应该是更高一些 对 这个红薯应该差不多 对 好 我们第一次呢 加完了这个糯米粉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料理碗当中的这个情况 稍微会有一点点的粘稠 对 那如果粘稠了怎么办 粘稠了 我们再加一些那个清水一点点 是可以加清水 可以加的 对 要是太硬的话 把这个糯米粉充分的裹均匀 对 现在的这个粘度应该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觉得 好 我们加入炼乳跟白糖 而且这个炼乳现在加进去了以后呢 它还会起到一个稀释的作用 对 需要这么多吗 不需要 不需要 大概一勺就够了 一勺 我们这样子倒 好 可以了 够吧 因为太多的话 它就会变 又变稀了 变软了 而且炼乳加多了以后 它会偏腻 对 你里边本身 等会还要再放糖 是 然后把这个炼乳 跟我们刚才 和的这个 壁 直接融合 融合完了之后 那现在就更加糖了 加糖 糖的量要多少 大概一勺 要一勺 要这么多吗 对 因为它是甜点 可以可以 可以了 再来给它融化一下 会不会担心就是比如说 最后炸出来 它有这个颗粒状啊 白糖 不会 因为它慢慢慢慢就吸收进去了 而且预热 对 这个我们选择的是细致的这种白砂糖 是 这边的油温呢 现在已经开始升温了 到了五成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 团呢 还没做呢 我们可以 先关火 稍等一下 然后让它冷却一下 现在这个团 就应该差不多了 差不多 我觉得 过的 放在手里 它不会粘手 就差不多了 真的现在不会粘手 那现在就可以开始 要做一个一个的这个 对 像做那个汤圆和元宵一样吗 差不多吧 像汤圆一样 它也是要里面包上东西 类似差不多 我们包馅料 对 那没事 你来弄 我来给你加这个芝士片 就一样的 对 先弄一个这个 饼 小饼 给它用手压一下 对 我们就可以 包上两片 要包两片 对 那等一会儿炸出来以后呢 它是属于有爆浆的那种感觉吗 还是会有一些 会有一点 因为它炸的时候 遇到高温 这个芝士 它也会融化 对 你要就这么一个小粒的 对 小粒的 因为它炸来后 它会膨胀一些 所以不能太大 而且大的话就会很难熟 我觉得就是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祸 对 祸完了之后呢 就是揉 揉完了以后就是炸 地瓜球做好之后呢 我们要放在熟芝麻当中 或者是生芝麻当中 给它裹一下 但是在裹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啊 就是我们要稍微用这个 劲的 有一点点的劲 要稍微压一下它 否则等一会儿呢 如果压不实的话 芝麻就散了 没错就裹不上去 我们把它裹好之后呢 放在盘子里 等一会儿呢 也要用筷子 一粒一粒地放在油锅当中 慢慢地去炸制它 好 这边的东西呢 就已经做好了 很像那种 麻球那种感觉 小麻球 我们再看到这边的这个油温呢 现在是热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了 开火了 小火 中小火 开始炸制它 一个一个的这个 小麻球 放在锅里 开始炸它 因为地瓜 它是成熟的 对 我们现在呢 就是要把里边的这个芝士 给它融化了 然后让面上变得微黄 这样的一个地瓜球呢 就已经炸好了 是 我们现在就开始慢慢地去炸地瓜球 一分半左右的时间 大家可以看 我们这个锅里的地瓜球 就已经变颜色了 是 我们需要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这样的 而且大家可以看 这里边的芝士呢 现在已经开始融化了 它有点这个爆浆的这种感觉 是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呢 迅速地关火 准备装盘 提醒大家 如果吃的时候呢 一定要稍微冷一点 否则这个芝士 烫口 对 一定是烫着我们的这舌头了 是 现在呢 请大家一起回顾一下 整到这个地瓜球的制作过程 芝士地瓜球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地瓜 糯米粉 芝士片和白芝麻 调料只有两味 炼乳和一些白糖 来看看芝士地瓜球究竟是怎样做的吧 取地瓜泥 糯米粉 混合均匀 加入炼乳 白糖 继续揉匀成光滑不粘手的面团 包入芝士揉成圆球 均匀地裹上一层芝麻 热锅热油 芝士球入锅 用中小火进行油炸金黄 即可捞出 地瓜富含蛋白质 淀粉 果胶 氨基酸 维生素 及多种矿物质 有长寿食品的美誉 此外 地瓜还富含膳式纤维 具有阻止糖分 转化脂肪的特殊功能 可以促进肠胃蠕动 和防止便秘 刚才炸过这个地瓜球的油 一定要留着 因为它的面上有很多的芝麻 对 就变成了芝麻油了 对 然后我们可以炒菜 或者是拿来烧菜的时候 都非常的好 就是把它放凉了 也可以拿来凉拌菜 对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盘里的这个情况 它只要一遇冷 它马上就已经开始变软了 对 所以这道菜一定要趁热吃 我们等会就一起来品尝一下 这个香酥的地瓜球 包裹着芝士的那种美妙的滋味 我是雷卫 明天再见